我们一个新的设备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款小型的球形棒滑机 然后接下来我们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款机器 首先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调味盒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机头 然后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出厂的一些标配 一些配件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厂产 这是我们的一个潮产 然后还有这一个小勺成品勺 还有这一个打火枪 这个是我们出厂配备的 然后还有大家注意到这里 这个是我们出厂配备的一个高压阀 然后接下来有我们的操作人员 来为大家现场操作一遍 试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操作过程 在我们工作人员操作之前 首先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料的比例搭配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比例 首先这个是球形 汇坤玉米300克 然后糖是250克 然后爆米花砖油油200克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比例 每次都会按照这个比例去搭配 爆米花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车火之前呢 我们是直接把油漆关节了 然后把这个炒锅翻过来 然后在这里点火 首先是打开了一个长命火的一个开关 然后再去调节大小火开关 大家这几个要注意了 是我右手边这个是长命火 左手边这个是大小火 在我们开这个火之前 因为这个锅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火一定不能开得太大 以免造成浮沫 火球的湿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个 爆米花砖油油倒入锅中 然后大家可以放2-3斤玉米进去 这个呢是为了试这个油 待会儿几个玉米开始泡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 所有的油300多亿米就体验到冰箱 在我们油温加热的同时啊 大家也要注意了 有什么防护的手套啊 这些都带上 因为这个油温是比较高的 你免烫上自己 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要用这个炒铲搅动 有变异于这个油啊 你能够流动 你能够受到虚拟 好 这杯 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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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上面的淋过去 淋过去 然后还有我们的 同时还有我们的 糖也要喝 然后就把速度稍微 稍微快点 搅动 在这个角度的过程中啊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速度要比较均匀 可能十块十慢 好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遇到你 你放了一个时间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 拿快速的表面速度 好 现在这个上面 一点点 现在我们没有听到 我们已经差不多没有放点的时候 把这个倒出来 然后用我们的铲子 画好的韵饼 先把它搅拌一下 让这个散一下热 以便 呃 成品玉米更加的口感更好 更加的酥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 不继续泡的时候 我们就用一些 用一些丝麻糯 多清理一下 麻一下 这个是很好清洁的 在这个是热过的时候 现在我们300克 一米泡出来的成品 全部在这里 现在我们用32安式的杯子 给大家装一下 看一下我们能够装够的杯 我们下期装够的杯子 现在已经装好了 现在几乎就是满满的去杯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球群玉米 它这个成群率是非常高的 像这种 像这些都是非常的漂亮 像这个的话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卖向的